来了 哇 脸上干了 啊 一个大黑飘吧 天哪 哎 这条应该不大 哎 我说你不大 别往下钻呢 我说你不大 你还生气吗 哎 他往脚底下钻 你认识我呀 我是不是吊过他呀 起来 我看到鱼了 不小不小不小 哇塞 起来 OK 哇 哇塞 这条大了 抄尾巴 抄尾巴 谁哪个老师教你这么抄鱼的 一 一 立不起来 一 一 二 哇塞 哇塞 跟个猪一样 真恐 终于啊 让我逮到一条大了了 兄弟们可看看 我这个方法是不是对的 哇 哇 看看 终于两千多公里 没白跑 哇 可刚来一个像样的了 你的使命又完成了 走吧 哇塞 哇 好大这条鱼兄弟们 力气太大了 看看还能不能碰到更大的 我就说我的方法好使吧 快继续 这条鱼兄弟们 我摔着 右边 脸 里面整口 哦 中儿 这个鱼动我好几下了 哇塞 这个吃了 起来 起来 不要点 哇 过瘾 哇 这条鱼飞不起来了 这要线是 OK 体力快要透支了 这连绳杆一般人真扛不住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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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拔河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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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先以后 别踩我窝子走 离开我的窝子 怎么这么能扎下这条鱼 你看 哇 现在广东的温度快30度了 给我这一位 我怕你又跑了 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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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玩 哇塞 这条大了 可不能跑了 哇 顶起来 起来 起来 乖乖 再听话 立起来 立起来 啊 最后应该 问题不大了 哇塞 哇 直接就没力了 起来 哇塞 做一块准狠 啊 漂亮 哎呦 哎呦 就一个人提不上 这就是骑把线的魅力 一 啊 跳鱼都不用抓线 这些能顶起来 放下忙啊 大不大 一 二 四 哇 这种雕法 必须是正口 而且吃的 每一口都很深 哇塞 抱一下这条 这条都抱一下 哇 哇 有点重搞 看看 哇塞 这是我们的第三条 够不够大 过不过瘾 啊 走了走了 送你回家 再叫你的爸爸来 啊 啊 估计 如果他爸爸真来了 可能我就要钓进去了 这儿的雨力气太大了 哇 抓紧时间再干两条 来了 哇塞 我去这一口 嗯 起来 哦 吓我一条 我这一口 差点把干净给我拽整 嗯 啊 哇塞 你看这条线伤 一刮风 这个口啊 真好 啊 稳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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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不掉了 哇 我看能不能顶起来 能不能顶起来 啊 舆情这么暴躁 尽量少耽误时间 小样的还顶不起来 哇 哇 托尼 嗯 拿超网 兄弟们这条雨应该也不小 也不小 你信不信 啊 就是直接让我拽起来 你快快趁都不注意就闯着 这条有点大 我顶不动它了 哇塞也不小 哇塞也不小 哇 你啊 我去 啊 哇塞 哇 这条雨 好瘦 你不要蹦 你不要蹦 我 我都不跟你拍照了 好吧 咱直接就 直接给你放走 啊 叫你家 叫你家长过来 啊塞 兄弟们 开启爆连模式了啊 刚才蹦蹦蹦 其实 跑了好几下了 因为 抛的太晚了 提不起来 一提就拔河 看着雨情报道 我们看能不能再钓几子 体力也透支了 广东的天又热 这个鱼力气又大 我跟你讲 来这不是钓鱼的 是受罪的 但凡体力不好 我得别往这来啊 来了 哇 哇塞 起来 哦 不拉不拉不拉 好不掉了 会这样逗我逗我 这可不行了 如果这种状态下 明天 得把我累坏 明天都起不来了 现在左胳膊都酸 哇 哇 哇塞 顶起来 啊 钓鱼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鱼线的生物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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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咋溜不动了 是要没地的 然后凭你几菜前让我溜一块 我都在抖的 这条鱼就作为咱今天这树干鱼吧 体力实在是不值的 稍后我告诉大家一下 今天我是怎么钓的 好吧 来 臭 哇塞 大不大 啊 这条大不大 大不大 大 臭 快转克 哎 哎 第几条了 第 第五条了吧 那看样子今天跑的比较的多呀 口实在是太好了 就是有的时候动不动就拔河 收肝鱼 也是咱今天的最后一条 哦 好漂亮啊 牛鼠侠的鱼还是有地 确实是不错 这真是钓鱼人的天堂 走了 好了兄弟们 其实今天一直有在卖关子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来这已经到第三天了 这前两天一直手底打无牵 包括钓得越远越好都觉得 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鱼啊 是能打起伏的 但是很多人打伏呢 它是用颗粒一粒一粒的 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卧鱼 你看 这是浮水颗粒 就是我们去市场上买的那个鱼鱼 鱼鱼鱼鱼 但是它是一个炒熟的鱼 就是专门广东这边养leigh 费用的 然后我买了一袋 买了一袋之后呢 每次就拿这个大钞网 炮 给它炮 炮软之后 我们就团成球 你看 我刚刚在打窝的时候 就是一勺一勺 往里打 然后我们钓的水深 大概是一米五到两米 拿就拿它做手深 看一下 硬一点 然后做手拾 扔进去之后 然后一勺一勺一勺 几乎是干干都有口 但是口比较乱嘛 毕竟是打扶 所以说 有看到大盾口或者黑飘的时候 咱就踢干 今天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分享给大家 这只是我的想法 还有我的建议 大家仅供参考 下一站我们去深圳 钓一百多斤的龙顿鱼 不见不散